这些艺人只能责怪自己为何当初会有这种行为 欢迎来到Watchmojo中文频道 今天我们将盘点2020年毁了自己名声和饭碗的十大艺人 在这份榜单中 我们将细数那些因为过往或当前行为被曝光之后 在2020年毁掉了自己声誉以及事业的明星 我们并不是说这些明星的事业就是一蹶不振 有的甚至已经渐渐复原了 然而他们的声誉却因为引起了风波而受到严重影响 而这些人都将被纳入这份榜单之中 2020年5月 丽雅米雪尔在推特上发表之时 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 然而曾经在欢乐合唱团跟她合作过的Saman Shavirer 之后是在推特上指控米雪尔曾经侮辱以及针对她 甚至恐吓要将她从聚集中删除 在相关指控面试之后 许多欢乐合唱团明星和制作人员 也纷纷公开了他们和丽雅的不良好合作经历 这项争议间接导致丽雅损失和外送公司的业配集会 而这位女演员随后赶紧在Instagram发文 表示她对于过往行为所造成的伤害向全部人致歉 不过Saman Shavirer之后在接受综艺杂志的访谈时 表示她还深深地质疑丽雅米雪尔是否真心悔改 第九名 尼克·卡农 他是一位演员 喜剧家 饶舌歌手 电影导演 监制 唱片制作人 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没错 他就是玛丽雅·凯丽的前夫 尼克·卡农 话说 才华洋溢的卡农和持有反犹太立场的全民公敌组合前成员 格雷菲教授进行访谈 由于两人之间的言谈内容 但有种族歧视 而受到了各大网民的抨击 结果引起巨大争议 这个突如其来的状况 也导致迪克长期合作的媒体制作公司 在不久后就撤销了他们的合作关系 并且指出 这是因为尼克没有为发布反犹太主义 和黑人智商主义的言辞 有所认知和道歉 最后 尼克也就此事做出了回应 他的说法是 我心中没有仇恨或者恨意 甚至还呼吁团结和谅解 第八名 哈特利·索也 饰演伸缩人的哈特利·索也 大概不会在《闪电侠》的下一集现身了 哈特利连续在《闪电侠》第四到第六集中 饰演这位伸缩自如的超级英雄 然而在这位超级英雄的面具背后 他曾经在推特上针对种族主义 性别歧视 肢体攻击以及其他禁忌的课题上 大放确词 当这些旧推文在2020年浮现之后 哈特利就此失去了《闪电侠》的角色 即使事后他有为这些推文道歉 但是闪电侠创剧人 瑞克·华勒斯和男主 格兰特·格斯汀 还是对于他的行为 表示失望以及愤怒 第七名 艾伦·迪珍尼斯 哈特总动员多利背后的声忧 似乎在2020年游向了多项争议 话说 艾伦开玩笑说 在自己的豪宅隔离 就好像被关进监狱 他立即被人批评 没看清自己的舒适环境 和无视他人的疾痛 在这个发言之后 不少人开始在网络上分享 艾伦对来宾以及员工有多么的不尊重 但他引起的最大争议 还是围绕于他的节目著作上 自从节目转向网络广播之后 艾伦的制作团队成员被迫受到减薪 或者直接被自由工作者取代 即使在众多的争议下 艾伦还是获得了 2020年艾美最佳日间脱口秀节目奖 但是肯定的是 他的声誉以及形象 确实已经大不如前了 这两人都是YouTube出身的网红 他们的行为和言论常常备受争论 但2020年这次 似乎是史上最严重的一次 这两位创作者早前的争议内容 都在今年浮出了水面 包括杰伦对美作网上曾经有纳粹截图 以及谢恩多森曾经拍摄 有黑莲和种族歧视的影片 谢恩更被威尔史密斯家族的 杰伦和杰登出声谴责 说他曾经对当年只有11岁的 为洛史密斯做了不适当的意淫玩笑 结果因为这些风波 谢恩的YouTube频道失去了盈利资格 他也因此损失了多个业配 至于杰伏里斯塔尔 他始终保持沉默 但我们都知道 他绝对不会就死沉浸 第五名 《密桃猫夺家》 《密桃猫夺家》的单曲 在2020年5月 荣德流行歌曲排行榜榜首之后 一个针对他的标签也随之出现 这项标签 因深密桃猫夺家 曾经参加种族歧视性聊天室 结果事情越闹越大 甚至还有推特上后声称 他的另一首歌曲 具有种族主义意味 接着嘲笑那些 受到警方暴行的非裔美国人 《密桃猫夺家》之后对那首歌曲的名字致歉 他也指出从来没有要涉及 当今社会议题的想法 另外他也否认 曾经参与任何种族歧视对话 第四名 《拉娜·德瑞》 歌手《拉娜·德瑞》 认为自己的歌曲经常受到美化肆虐的批评 他于2020年5月 在Instagram发文为自己的作品辩护 他还直言 尼基米娜 变昂斯和卡蒂比等歌手 都能够在不被他人轰击的情况下 演唱那些关于性的歌曲 不料此话一出 粉丝们纷纷认为他没有必要批评其他女歌手 更不应该忽略那些女歌手 也曾经有歌曲受到粉丝反弹的事实 人们也一致认为 他似乎有意无意的针对那些有色女歌手 然而 他坚持不为自己的声明道歉 甚至为了捍卫自己的立场 而进一步激怒了众多的粉丝 尽管他的Instagram贴文 本节在减少批评文化 但不幸弄巧反拙 反倒迎来了更多的抨击声 第三名 凡德庞电柜的四位成员 由精彩电视台出品的 凡德庞电柜真人秀 创下了一个电视节目记录 那就是在短时间内 结构最多的卡斯 马克斯·伯因斯因为过往的 种族席式贴文浮现 而惨遭制作公司炒了鱿鱼 布雷特·卡普里奥尼 也因为屡次在贴文中 设有种族诽谤内容而被放声 然而斯塔西·施罗德和克里斯丁 杜特的举动却是最危险的 他们在2020年被指控 曾经以莫须有的罪名 向警方举报曾经共事的 非议成员 费斯·斯托尔斯 尽管这四位之后 有向公众致歉 但是无论是电视台还是粉丝们 都还是无法原谅他们 在受到众多负面事件 以及失去成员的情况下 凡德庞电规这档节目 随时会被取消 第三名 克里斯·德埃利亚 克里斯·德埃利亚 在Netflix安眠书店剧集中 虽然以为有掠夺行为的邪心 然而 一些推特用户 指控克里斯真人 就好像剧中的角色那样 做出了伤天害理的行为 事实上 许多女性指控克里斯 在他们未满18岁时 邀约他们出来私下会面 以及发送路股照片等等 当然了 克里斯坚决否认这些指控 并且表示 对自己以往的生活方式 感到抱歉 尽管截至2020年7月初 克里斯尚未被定罪 但是他已经面临着很多问题 包括被裁疑经纪公司解雇 以及被喜剧中心 取消他的喜剧节目 另外 他在工作狂情经喜剧 有份出演的集数 也被多个串流平台下架 在我们揭晓第一名之前 这里有一些不荣誉提名 艾比 李 米勒 被指控行为有害 和带有偏见 彼得洪奇克 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 Instagram贴文 凡尼莎哈金斯 发布令人不安的 新冠肺炎言论 维多利亚富勒 在白人至上主义活动中进行摆拍 Cosmopolitan has pulled the cover of its next digital edition 在我们揭晓第一名之前 别忘了订阅频道和点击小铃铛 以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第一名 J.K.罗琳 不少哈利波特粉丝 对于J.K.罗琳 2020年6月以系列的推特声明感到愤怒 甚至直接称她为伏地魔 又或是拉跨鸡女 也就是排除跨性别的激进女性主义者 在她的推测声明之后 她也撰写了一篇长文来解释自己的观点 尽管罗琳的长文点出了许多的主题 但是她在生物学和性别的评论 加上担忧话女使用女性空间的观点等等 都受到了不少公众的批评 她的这番言论反而鼓舞了像是丹尼尔 雷德克里夫 艾玛华森和斯蒂芬金等艺人 表达出他们对跨性别者的支持 除此之外 她的这些言论也让同家出版机构的作者们感到不满 纷纷退出机构以示抗议 你认同我们的榜单吗 换一件下方留言分享 同时也别忘了订阅频道和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